他是朱元璋亲典的接班人 却被自己的叔叔抢了皇位 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藩王推翻的大一统皇帝 那么作为掌控中央集权 拥有绝对优势的建文帝 为什么会被一个连北京城都没有完全掌控的中帝推翻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薛藩小王子朱允文的一生 来看看静难之役的全过程 朱允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三孙 朱镖的长子朱雄英早妖 原配常侍死后 朱允文的生母吕氏得以扶正 朱允文也因此成为了朱元璋的皇太孙 汉有七国之乱 尽有八王之乱 在朱元璋晚年 燕王朱棣的实力就已经十分的强大 还是皇太孙的朱允文对此经常感到忧心忡忡 他不止一次地问过身边人 要如何才能防止藩王对皇帝挥刀相向 虽然他对朱元璋承诺过 要对叔叔们以礼相待 然而朱元璋死后 朱允文就把这些话忘到了九霄云外 朱元璋并威使 已经为朱允文清除了所有有威胁的武将 考虑到自己的大孙子没有什么处事的经验 就让兵部左侍郎齐太担任顾命大臣 进行辅佐 22岁这一年朱元璋驾崩 朱允文及皇帝委 他登基后 光速提拔了自己的老师 黄子诚为汉林学士 与齐太共同掌管国事 黄子诚又为朱允文推荐了 名扬天下的方孝儒 至此以齐太 皇子诚 方孝儒为核心的辅政天团 正式成立 两个月后 这个刚刚组建的智囊团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薛藩 齐太提出 朱元璋的几个儿子当中 太子 秦王和晋王都已经过世 现存年级最长 实力最强的就是燕王朱棣 只要顺利地把朱棣除掉 那么其他的藩王也就不足为虑了 如果刚开始 朱允文听从齐太的意见 那么可能大明朝就没有朱棣什么事了 可就是这个时候 智囊团中的另外两个人 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黄子诚和方孝儒认为 应该由弱到强 还要顾及到皇家的颜面 就在三傻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 朱允文还是采纳了 跟自己较为亲近的老师 黄子诚的意见 首当其冲的 就选择了朱棣的同母弟弟 周王朱素 朱素的二儿子向朝廷诬告父亲图谋不轨 朱允文二话不说 直接派李景龙把周王全家押送进京 定了一个谋反之罪 扔到了云南去当野人 要说朱允文想废除朱元璋的藩王政策 那也不对 因为他一登基 就把自己的弟弟们全都封为了亲王 其中三弟朱允腾的封号还是吴王 违反了朱元璋时期 不封江南前梁重地的惯例 朱允文的薛藩之举说到底 还是想解除外藩对自己的威胁 接下来他又连废旗 代 湘 民 四王 湘王不愿被欲力羞辱 于是就点燃了熊熊大火 自焚而死 湘王这一把火 不仅夺走了湘王全家的性命 也让建文帝坐实了残害宗王的罪名 宗室朱王同气连之 本来还想效忠朝廷的藩王 见到湘王一家的惨剧 也不尽心有戚戚 而朱棣此时也明白 自己铁定是一死 于是便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造反 按理说 燕王朱棣 只有北平易于之地 而作为正牌皇帝的建文帝 坐拥全国 朱棣不仅手上没有兵 他的三个儿子还在南京做人质 无论怎么看 燕王都是以卵击石 可就在齐太提议 要逮捕朱棣的三个儿子 正是摊牌的时候 黄子成却对朱允文说 如果抓了他的三个儿子 朱棣就会知道 我们要对他下手了 不如放了这三个孩子来麻痹朱棣 这个建议差点没给齐太气死 等到孩子们回到北京以后 朝廷就收到了燕山所护卫千户尼亮 举报朱棣密谋兵变的消息 朱棣打着清军策的旗号起兵静难 史称静难之意 起兵后 朱棣身边一共也就几千人 所以朱棣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兵员的问题 然而古话说得好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燕王朱棣曾多次领兵出赛 军中不乏许多他的小迷地 仅仅是通过对北京地区的搜刮 就凑出了几万人的队伍 而建文帝从小是读圣贤书长大的 根本没经历过战争 也不知道怎么打仗 经过太祖皇帝朱元璋几轮的清洗 能打的开国名将也没剩几个了 新生代武将中 最受朱元璋器重的是曹国公李景龙 然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这位仁兄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 慌了神的朱远文 只好让老将耕炳文率大军前往征讨朱棣 耕炳文本就不是进攻型的将领 从没有作为主将指挥过明朝的大型战役 再加上年纪已老 建文帝选他 一是因为实在无人可用 二是因为耕炳文的儿子取了建文帝的长姐 但在大军出师之前 朱允文却下达了一个奇葩的命令 务史镇有杀书之名 这让耕炳文一时间不知所措 果然大败而归 此时三傻中的黄紫成再次补上了一刀 本来耕炳文转功为首 想拖到让朱迪不攻自愧 而黄紫成却建议下旨命令耕炳文回朝 派曹国公李景龙率五十万大军前去讨伐 除了没有梁将以外 建文帝方还有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他对自己身边的间谍毫无所知 朱迪在南京城里安插了大量的间谍 连建文帝身边伺候的太监也不例外 此外军队中有很多为燕王通风报信之人 朝廷的一举一动燕王都了然于心 情报的单方面透明是建文帝最大的劣势之一 这将直接改变战争的走向 朱迪一得到情报就把北平交给了老婆儿子 自己率清旗去大宁找宁王借兵 五十万大军听起来挺吓人 但是刨除后勤人数 实际作战部队只有一二十万 此外这支五十万大军是从南方各地守军中临时拼凑而来的 并不适应北方苦寒的气候 由于没有准备过冬的衣服 再加上水土不服 五十万大军迟迟无法攻克北平 期间倒是有人攻破了北平的一个城门 没想到李景龙为了抢攻竟强让他退出来 到手的胜利就这样失之交臂 等到朱迪借兵归来时 朝廷的五十万大军已成强弩之末 李景龙匆匆排兵列阵 结果不出意外的被朱迪击溃 全军覆没 而建文帝并没有问罪于李景龙 因为李景龙是勋贵武将中的领军人物 其父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常语春的开国名将 朱允文 以为李景龙指示无能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 李景龙在某些方面是相当精明的 朱迪大胜之后得意洋洋 自认为朝廷已经不堪一击 很快就推进到了济南 没想到在济南 朱迪围城数月却迟迟不能攻下 准备用大炮强行轰开城门 山东参政铁穴 响出一记 在城墙上悬挂朱元璋的画像 朱迪非常愤怒 最终撤回北平在行至东昌时遭遇惨败 胜利的天平似乎开始向建文帝这里倾斜了 然而接下来的战况却是出乎意外 燕王始终无法越过山东向江南进发 即使占据城池也因兵力太少无法固守 而朝廷这边也不好过 内战打了三年 百姓苦不堪言 两响兵员日渐枯竭 建文帝无奈 只好把南京的军队派上战场 然而这个机密的消息 却被太监传递到了燕王那里 燕王孤注一掷 率大军南下 经徐州直驱南京而去 在灵壁之战中大败南军 俘获众多将领 至此陶庭再无一战之力了 打到这个地步 胜负已经建分晓了 负责驻防长江的水师多督 陈轩向燕王投降 帮助燕军过江 沿途周线也纷纷投降 但就算到了这个地步 建文帝还抱着一个希望 那就是南京城 燕军远道而来 粮草并不充裕 而南京城高时深 只要坚守几个月 那么燕军不攻自破 然而建文帝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此时满朝文武都是各怀鬼胎 都想着改朝换代时 拿到一份从龙之功 除了少数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文臣之外 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愿为建文帝效忠了 公元1402年6月 曹国公李景龙和古王朱慧 打开南京金川文 迎接朱棣入城 建文帝引火自焚 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说他是死在了大火中 有人说他逃到了海外 也有人说他出家当和尚 但是不管怎样 建文帝在政治上确实是个死人了 朱棣登基后 废除了建文年号和建文帝班刑的一切政策 建文帝的家人或死或废 在之后的200多年里 建文帝时期都成为明朝贵莫如深的禁区 由于建文帝的经历太过特殊 因而后世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 明朝官方认为 建文帝是个残害宗室的荒唐皇帝 也有人觉得建文帝是个善良仁慈的君主 被野心勃勃的四叔抢了皇位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建文帝是个怎样的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政策